《九評編輯部》的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正在大紀元網站上連載 引發關注 香港捍衛法輪功大聯盟創始人熊麗 對本臺記者表示 這本書太好了 點到了共產黨的穴位 和人類得救的根本問題 《九評編輯部》的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正在大紀元網站連載 引發關注 每天都有大量網友在文章下留言 香港捍衛法輪功大聯盟創始人熊麗讀后表示 這本書太好了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第一次揭示了共產主義 并非一種思潮 學說 或者在人類寻找出路時 一個失敗了的嘗試 它是魔鬼 以稱共產邪靈 由恨和宇宙低層空間各種敗壞物質構成 其終極目的是毀滅人類 熊麗是香港著名舞蹈老師 由於對中共滲透香港 利用涉黑團體打壓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 感到憂慮 2012年 它成立香港市民法輪功問題關注組 呼籲人們守護良知和勇氣 時隔5年 港人的自由空間受中共擠壓更為嚴重 社會陷入撕裂 香港中聯辦法律部長王志民 星期一公開放話稱香港已經染紅 熊麗表示 香港人 特別是民主派人士都應該來讀這本書 來認清這不是表面的政治問題 一定要好好看看這個文章你才能夠搞得清這個事情它的本源 你看一般的政治書籍是不行的 你政治書籍自然是解決表面的政治問題 但是這個政治問題背後的根源是宗教問題 宗教問題的背後的根源就是人類兩大勢力 正邪兩大勢力 正神與魔鬼相爭 就是一個善一個惡 中國自古以來被稱為神州 人們敬神禮佛 相信善惡有報 但中共建政後 用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 迫使人們只相信黨的宣傳 熊麗認為 能否回歸傳統對神佛的信仰 對今天的人性命攸關 信神與不信神的問題 在這篇文章裡面也說到了 共產黨它要毀滅人類的途徑 就是要得不信神 信神的人就不會跟共產黨走 如果全人民的人都信神了 共產黨就沒有了 根本不用打他 所以這個信仰是非常重要 有沒有信仰 信不信神 這就是人能不能得救的一個根本的東西 而中共灌輸無神論對國人的傷害 熊麗表示也有大量實力 因為共產黨它是唯物主義嘛 唯物主義就是物資享受主義 一個人要一旦走上了這條路 追求物資的享受 正好就上了魔鬼的當 你看 共產黨那些所有的官員 貪污伙伴 他就完蛋了嘛 他最後的結果呢 他自己也招爆 這不是全給抓起來了嘛 得這個病 得那個病 他不是得病 就是招業 那你招業越大 最後就是將自己毀掉 熊麗認為 越多人看九評共產黨 解體黨文化 以及正在連載中的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越多的人就會覺悟 而擁有對神佛的信仰 在中共殘酷鎮壓中 始終和平理性講真相的法輪功學員 就是人類的希望 他也推薦人們閱讀法輪功創始人的著作《鑽法輪》 九評編輯部的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問世以來 受到了大陸各界的廣泛關注 上海維權律師鄭恩寵在閱讀完該書的中國篇之後 向本臺記者表示 這本書猶如一顆彗星照亮了黑幕下的中國 2017年10月19號 九評編輯部發表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上海維權律師鄭恩寵表示 他在大紀元新聞網上看了連載後有10點體會 第一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一書 揭示了《共產主義運動》100年以來 在全球造成了1億人非正常死亡 第二 鄭恩寵對書中談到的《共產主義無神論》深有感觸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還揭示了馬克思承磨的過程 鄭恩寵認為 這為中國大陸民眾打開了思路 馬克思他所形成的他世界觀 他身上就背叛了上帝 對上帝產生了仇恨 我認為馬克思他的學術理論 實際上他就成為全世界幾身一級都做的敵人 鄭恩寵的第四個體會是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一書回答了中國大陸 幾乎每個公民正在思考的一個現實問題 那就是中共所謂的前30年和後30年的問題 沒有跳出一個共產主義的體系 前30年這個體系是失敗的 是不得人性的 後30年老百姓生活是得到改善的 但是污染了環境 腐敗蔓迎 這種發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 前30年後30年這個道路在中國今後走不下去的 第五 中共以無神論統治信仰神佛的少數民族 注定他的體制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體制 第六 鄭恩寵從《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一書中 得到了如何評價文革的歧視 同時 《九評編輯部》的新書還揭露了中共正在大力宣傳的 所謂恢復傳統文化的真實面目 正恩寵還認為 這部書也揭穿了中共所有的宣傳 而最重要的一點是 新書講清楚了愛與恨的問題 鄭恩寵說 這本書有如一顆彗星 照亮了黑幕之下的中國大陸 照亮了大陸民眾前進的路 鄭恩寵認為 不管持有什麼立場 什麼觀點 每個人都應該靜下心來 把這本書認真地讀一遍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獨立思考